LEO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伯伯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碑2的比賽 昨天在11月24號 台灣在棒球世界盃裡面 拿到了冠軍 最後以4比0的玩風姿態 打敗了棒球大國日本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驚人的事情 因為日本的棒球一直以來都是很強的 但沒想到台灣這次一路殺到冠軍賽 還玩瘋了日本 我覺得相當驚人 好那我們先回到比賽當中 那我們這場也來看一下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Viper 選擇到了伯伯人 伯伯人他是一個比較全能性的文明 他的村民的移動速度會比較快 而且船艦的移動速度也快 所以他在捕魚或是海戰的時候 有一些小小的優勢 伯伯人他比較屬於騎兵路線的文明 他的騎兵到帝龍世代有八折優惠 還是八五折 應該是八五折左右吧 他的駱駝跟肉馬 是正常的三攻三防 但是沒有遊俠 但是他後期的馬攻 這個駱駝攻兵非常可怕 這個存在跟蒙古突起沒什麼兩樣 伯伯人他的劍兵勇士雖然有 但是沒有軟甲技術 後期也沒有大強兵 所以大多數的情況下還是只能靠自己的駱駝 去凡事對方騎兵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 路易斯這邊選擇的文明是波斯人 波斯人也是海陸混合土裡面不錯的文明 因為他的城鎮中心跟馬頭的生產速度都有加成 後期他比較適合打遊俠 薩巴爾特殊升級 也可以打重裝駱駝 大陸馬 那他的馬攻路線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 城堡時代就可以點安息人戰術 這針對長槍變的時候會有點奇效 但一般情況來說 波斯人不太會去走馬攻 除非你要配波斯戰象 那就另擋別論 波斯人的城市中心運作關係很快的情況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3TC開農速度是最快的 這個村民產生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那這把比賽是蠻特別的 可以看到這個開局是在這個小島上 所以這個村民都需要靠運輸船 遇到這個島上去挖木頭或是採取其他資源 所以這張地圖對於兩邊的選手手速要求是蠻高的 那這張地圖的開局重點呢 也是要趕快到5到6人伐木 然後趕快去補下第一個這個漁船 所以這邊我們要觀察是誰的漁船按的比較領先 通常那一邊就是會比較有優勢的那一方 那目前看到路易斯這邊漁船是領先兩艘 但是停了 這裡木頭配的有點少 然後開始挖金礦了 這就神奇了 這時候挖金礦還補了織布 這邊算是想升封建 但這邊補織布好像沒那麼必要 那他這邊有可能是擔心viper的落馬過來去騷擾 所以先點織布就不怕被反殺 這也算是小小的細節 好 因為他要出門了所以要點織布 所以要點織布 好 MIP這邊呢 是已經選擇了點下織布 空間時代點下 然後把對手的漏馬關在了這個地方 這個獅吼直接被鎖死有點尷尬 好 拉了兩隻村民過來蓋碼頭 待會就可以開燒了 好 這裡拉了三隻村民打木牆看怎麼打破 但村民修理搶的速度很快 好 找個機會走掉 村民直接帶走喔 那現在路易斯有漁船的生產優勢 因為他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但viper還沒有 所以第一艘戰船出來 用程度中心稍微防走一下 好 這一把路易斯 打得算是非常的前置快攻喔 漁船只按了兩艘 然後就來前置這邊 碼頭來燒船了 好 特別針對海的部分 好 這邊拉了村民跟洛馬過來 把對方洛馬打倒後面補了一些傷害 殘血的火戰船剩一滴血 最後還是被viper的村民給一拳打爆 哇靠 這個viper的村民好猛 好 海戰的部分 稍微把優勢給拿回來了 但是對手兩隻村民在修 修這個戰船修得很快 好 自爆船炸一下 ok viper這邊現在戰船是有點劣勢的狀況 這兩隻村民有點麻煩喔 然後暫時拿不下來 好 這兩邊再繼續燒一下 但是這個戰船血量又被拉回來了 可以看到路易斯這邊的自力量其實很極限喔 木材黃金食物都來到了緊繃 好 這裡又多按了一艘火戰船 還有 自爆閥 自爆閥要來炸到了 喔 傑伯炸了一些血量 好像沒有炸得很完整 感覺有點提前爆炸的感覺 好 Viper這個自爆閥 直接炸掉了兩艘火戰船 這一波 Viper已經不虧了 反而是非常具有優勢 路易斯可能要考慮放棄了嗎 這裡火戰船要取消嗎 還是要繼續呢 殘血的村民 viper拉了一重過來扁死 有機會嗎 路易斯秀了一波 好 這裡摸不到 哇 這裡只能乾瞪眼 路易斯這個手術很快 直接敲下兩個木牆 海戰部分 最後這個火戰船是確實取消掉的樣子 目前看起來 Viper已經守住了自己的雨點 但是對手的雨點其實也沒受到騷擾 這邊就要考慮要不要去捕魚船 趕快來升到城堡時代 好 又捕了一個碼頭 好 石堡船在炸 結果好像又沒炸到 又炸了個寂寞 來不及爆炸就爆開了 可能是提前炸開喔 那這邊可能要拉個順便過來修理一下 但是 Viper沒有打算要修 就讓他殘血吧 路易斯這邊是沒有打算要繼續打海戰的樣子 已經放棄打海了 OK 那 Viper這邊就可以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後面兵工廠 刺激補下 OK 碼頭多補了一艘漁船 這裡補了一個碼頭 讓這裡的村民可以撈這個海濱魚群 趕快來加速升時代了 現在路易斯經濟有點炸裂 完全沒有辦法跟 Viper的經濟比 經濟量已經差距來到了快要1000 至少現在落後了800支援 好 Viper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升級 這邊自爆閥還是按了一艘 好 看到我插旗 Viper還是把殘血的自爆閥拉了出來 算是很謹慎喔 好 城堡時代點下一級挖金 還有農田也都點下了 待會城的東西要開在哪呢 要往這邊開嗎 也是要往裡面 往進這邊開呢 好 這邊又一個炸 後面的火戰船燒了一下運輸船 好 這爆閥再度炸開 現在 Viper已經升到城堡時代點下了二級伐木 路易斯則是為了防守把家裡給維持 爭取一下自己防守的這個時間 好 完全維持了 Viper這邊是選擇了直上城堡 好 要來直接蓋寶了 那這邊蓋寶的話 Viper優勢就會很大了喔 這邊第一時間就打駱駝公兵 到了帝王時代 這個延續下去再打這個八折馬 就騎兵 也是很賺 整體來說 婆婆人 搭法還是比較偏騎兵路線的喔 好 Viper的駱駝公兵來了 帝王 要把城堡直上駱駝公兵 這個打法很罕見喔 並不是那麼常見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打法急需要求 這個手術跟經濟配置 還有對手的戰術選擇 才可以有機會打得出來 如果對方是打一個超級快攻 或是攻兵延續的打法 這個駱駝公兵基本上是沒什麼登場機會 但是對方是打了一個海戰快攻 所以經濟很差 基本上也不會有什麼接續小攻 A臉上的問題 所以駱駝公兵喔 才有機會 將登場出來騷擾喔 那通常 伯伯人 如果不打駱駝公兵 最主要還是打 騎士跟駱駝 會比較常見一點喔 好 這一駱駝公兵 很好地騷擾喔 快把這三少魚場給射倒了 把團圓拉到後面 這裡已經在灑魚網了 好 路易斯 現在 家裡 補下了4TC 5 1 2 3 中間還有一個 4個 4TC 哇 這個經濟有點猛喔 好 但這個地圖最麻煩的是 中間這個城鎮中心 到底要不要刪除喔 這個不刪除的話 你還要一直用運輸船把聖明載物啦 其實很麻煩喔 好 麥可這邊 弱駝公兵打到了一隻 僧侶稍微遭翔 好 補禮根劍塔防守 好 這裡硬點 殘血拉開 OK 最後蓋好 麥可點下帝王時代 單TC速帝王 那城堡又開始往前蓋了 好 直接蓋在這個高地 右邊的部分 沒有打算要蓋石牆 不讓對手出來 現在 Viper 擁有這個 軍事上的壓制能力喔 而且地獄時代很快就要來了 到底 Viper的單TC速帝王 我們能打贏路易斯的4TC波斯呢 那目前經濟看起來 路易斯這邊經濟是非常可怕的喔 已經來到104村啦 村民優勢非常非常巨大 好 這邊在射破這個牧場 又使到了一隻村民 好 Viper現在木頭不太夠 還不太夠 那來看一下後面經濟有沒有補起來 馬舟 OK 後面開始往外補 去外面偷偷挖絲圓補經濟 好 Viper趕快去右邊看一下 你這邊經濟有沒有偷偷出來 應該會看到城堡喔 欸結果有洞 噢靠噢靠 原來是有洞的 歐克爾這一坨駱駝兵進來 直接射倒了兩隻村民 第三隻也倒下 第四隻倒下 第五隻 第六隻 第七隻 第八隻 第九隻第十隻 哇13隻了 1415 1617 第七隻 Viper這一波進攻打得非常漂亮喔 好 城堡又補下了一個 雙堡巨頭 慢慢都跟了 這一坨駱駝兵在這裡壓制很麻煩 路易斯這邊還需要點下三級馬鎧 才會比較能出門 這樣騎士只能稍微擋一下 好 Viper這邊 進攻之後 也沒有繼續加開城鎮中心喔 反正是漁城的部分喔 一直有在補喔 所以這個經濟喔 其實很好喔 好 弓兵過來繼續攔截 又抓掉了幾隻村民 Viper這邊很積極的 再用駱駝弓兵去做騷擾的動作 好 波斯人這邊要轉薩瓦爾了 那薩瓦爾對弓兵開架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而且遠防還多加了一些喔 遠防好像沒有差 但血量比較少一點 少了15滴 跟遊俠比起來 但是呢 攻擊速度比較快喔 所以波斯人走薩瓦爾 打這個駱駝駝兵喔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現在騎士往外溜 Viper的外面經濟 不知道會不會被騷擾到 好 看一下這邊 後面 好 來了 重裝騎士 Viper有看到 但是來不及圍嗎 欸 走進去直接圍死 這什麼東西 五隻騎士 直接被包夾 只損失了三隻車餅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 包夾嗎 咦 我知道他會從這裡走過來 太扯了吧 Wiper這個預判 好 直接低光 把騎士全部吃掉 好 但是還是有騎士 從上面流了過來 Wiper這個應該 沒有辦法吧 只能拉走了 騎士流進來 很難受 好 拉開拉開 好 村民 沒有繼續 往前嗎 看一下這邊 石頭喔 還差10個 又可以繼續往前蓋 但是現在 Wiper沒有這一根前置城堡 所以現在不太敢 拉巨型投資機 過來拆這根城堡 好 Wiper這邊開始轉了 好 這裡補了一根碼頭 要來出火炮戰船 好 駱駝工兵又走了進來 運輸船過來吸一下傷害 這邊在等薩娃爾升級 還有45秒 好 這裡火炮戰船 打了一炮 擊毀了一艘魚船 好火炮戰船 現在沒有再繼續進攻 這邊不知道在等什麼東西 可能Wiper在忙著控這一坨洛鎖公兵 還有家裡的這兩隻騎士還在繞 但是其實這三隻騎士都沒有抓到東西 結果剛講完就抓到了 哎呀 Wiper這一波村民有點沒有辦法 好但是被追著直接拉到旁邊 這是Wiper故意的 看起來是 Wiper這一波 遛的很不錯 駱駝工兵 開始往後跑 這裡應該是在等駱駝過來支援 生女過來撿生物 遇見大量薩娃爾 路易斯這一波有可能反打成功嗎 好看一下 這個薩娃爾 應該是有點難守了 人家有三級馬凱了 好看一下打這邊 駱駝工兵 哇靠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多啊 五刀就可以砍死一隻駱駝工兵了 有點猛 薩娃爾打工兵就是這麼的可怕 我記得剛改版之後薩娃爾是一刀 兩刀一隻強弩 非常可怕 但現在比較平衡一點 像是三刀一隻的樣子 好這一波 駱駝還沒有升級好 沒有升級馬凱 攻擊力沒升級 現在要打贏有點難 好但是我有折扣駱駝 短一點也沒關係 那薩娃爾在這邊最大的問題是 他沒有轉出城駱駝 就意味著他的經濟也就這樣子了 而且如果被抓到的話 經濟會下降的很快 所以薩娃爾應該要在這邊 考慮要不要轉一些城駝駝 出來農 好這邊薩娃爾 直接撞在了兩根城堡上 左邊這位駱駝 攔截薩娃爾攔截得很好 薩娃爾把這一坨的薩娃爾衝駝搞定了 上面這裡再圍一下直的 冰工廠下面還有洞 有嗎 沒洞 嚇死我了 我想說這個看起來好像有洞 原來是沒洞 你怎麼從這裡走 OK 看來還是有洞 最後還是留得出來 好 邊高打第一招搶的一隻薩娃爾 這個薩娃爾居然是在打拔木場 打了個寂寞 好現在viper的兵力越來越穩定 薩娃爾現在也轉出了槍兵 要來用槍兵戳駱駝了 好全部搞定 那現在波羅斯人有大槍兵升級 那現在經濟眼睛來到最好 143吋 對上viper的98吋 好 說駱駝效果非常好 駱駝攻兵在後面努力解槍兵 在後面繼續輸出 就有更多的槍兵 攔截駱駝 駱駝一直一直的倒掉 viper這一波的交戰有點虧 但是下面有一波交戰進去了 這一坨駱駝攻兵加駱駝衝進去 正面的交戰viper還是用駱駝攻兵搞定了剩下的槍兵 這一把 路易斯完蛋了 這是一個三向進攻 自習式騷擾 加進攻完蛋了 路易斯看來要炸裂了 村民一隻一隻的倒下 駱駝加槍兵 哇哇哇這個有點難受 這根城堡有機會蓋起來嗎 可能會變倒退堡 這邊騎士 薩娃爾要趕快過來補 來這個地方 要不要先打村民呢 好射村民射村民 再射再射 哇城堡還是蓋好 viper在這一波有點小小失散 殘血的村民活了下來 但是裡面薩娃爾也在努力抵抗 衝進去駱駝加攻兵 這一波又守住了 但上面這個礦絮沒有守住 路易斯的村民術下降都只剩下108村 也機沒有辦法有效主持了一波進攻 經濟一直被壓到很極限 哇 viper的駱駝公兵已經升級好 精銳駱駝公兵傷害非常高 正面的槍兵也要穩定起來 但是肉現在非常不穩定 火炮戰船已經鎮除了這邊的碼頭 魚船也全部都被這些火炮戰船給打掉了 目前看起來viper又是非常巨大 這坨駱駝還在往前 還在go 駱駝公兵的數量已經來到了40隻 後面駱駝公兵又有在多線控影幕區 這一波不用巨頭慢慢攻城 也打出了很好的節奏 viper點下三級馬凱 駱駝公兵到後面一直輸出 火炮戰船 摸不到 尼莎瓦爾只能甘震炎 還是要趕快補個生魚來招搶火炮戰船呢 這什麼東西 在眼皮底下偷聖物 這樣合理嗎 路易斯有看到 viper想走斜的 沒辦法還是倒地 這真的是過分喔 在人家城堡底下檢聖物 直接被制裁 那現在路易斯後面 繼續補下金礦 村民數回到111村 viper村民數到了80村之後 就沒有再繼續按了 點下了二攻 現在後面還有幾隻騎士 怎麼又包起來了 viper 你真的是太狠了 包一次不夠 那你有包兩次嗎 好再拉個路途攻兵慢慢來處理一下 太扯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等級的實力 各位 你能想像你出去燒我的騎兵 一直被關起來嗎 然後 聖物在你的城堡底下 還被撿走的畫面嗎 聖物又被拿走了 viper真的是太鬼了 這邊直接把城門移鎖定 這樣城門就不會當無三桂 亂開門了 現在viper繼續轉出更多的駱駝封兵 巨型投資機也慢慢補架了 駱駝起兵要小心 拉回來 好 波斯人轉步兵 駱駝 完全沒有點 薩瓦爾這邊想要正面突破看看 第一時間沒有用洛索起兵打在前面 洛索攻兵可能要先去點下右邊的槍兵才行 但是槍兵還是直接撞在洛索的臉上 但洛索的數量也是夠多 直接射爆了這邊薩瓦爾的數量 薩瓦爾這邊直接一陣不絕 全部倒光 路易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這裡是由 路易斯拿下史物上的勝利 木頭黃金viper全都贏 甚至最後拿到了5勝物 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在人家城堡底下 還可以撿人家的勝物 後面的騷擾又繼續關起來打 真的是很離譜 viper這個手術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